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卫生政策管理及行为学系的钱峰教授 今天想聊一聊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您该怎么办 流行病学的资料表明 8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其实不会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就医 他们可以在家恢复健康 除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呼吸困难 他们其实不必去急救室 如果病情轻微的话 就请留在家里 这样的话呢 让更需要救治的病人能够及时地就医 待在家里面 请您监测和控制好病情 一般来讲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主要症状有 第一是发烧 温度可以高达38摄氏度 或者是100.4华氏度以上 第二是干咳 第三是出现呼吸困难 这时候请您做好准备 给医生打电话 同时别忘记关注您的其他健康问题 这个期间请尽量避免出门 也请尽量避免使用公共交通 如果条件允许 病人应该有自己的房间 避免与其他家人 包括配偶、孩子、祖父、祖母接触 病人应该尽量使用自己的卫生间 避免处离宠物 同时避免与外人接触 如果您是单独居住的话 请注意在隔离时要制定计划 监护自己的健康 同时跟亲戚朋友保持联络 确定在病情严重时 有可以照顾您的人 这些人可以是您的朋友 家人、邻居等等 您还需要确定一位医疗保健代理人 或者一位可以在您不能做决定时 可以为您做医疗决定的人 那么何时就医呢 如果您出现以下症状中的任何一种 请您立即就医 第一是明显的呼吸困难 第二、胸部持续性疼痛或者有压迫感 第三、心发意识混乱或无法唤醒 第四、嘴唇或脸色发紫等缺氧症状 上面的清单并没有包括完全的所有的症状 当您出现有任何严重症状 或者是担心自己出现了紧急医疗情况的时候 请立即致电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或者致电911 请先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 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或者是急诊室 而不是立即登门求诊 因为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或者急诊室专业人员 他们会知道您此时应该怎么做 无论是您的移民身份或者支付能力如何 您需要医疗帮助的时候 请拨打311或者是844-692-4692这个电话号码 在电话中请您告诉救护人员 您认为您有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 同时请您戴上口罩 以便保护急救人员 为了避免病毒的传播 请您保持好良好卫生习惯 和避免近距离的接触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经常洗手 请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 特别是在醒鼻涕、咳嗽 或打喷嚏后、上厕所后 和做菜以及吃东西之前 注意洗手 如果没有肥皂和水 请用浓度至少60%的 酒精类洗手液 同时不要用未洗的手 触摸脸部 包括眼睛、鼻子或嘴部分 在咳嗽时或打喷嚏时 请用纸巾遮住口鼻 然后将纸巾扔进垃圾桶 请用肥皂和水洗手 会用浓度至少60%酒精类洗手液 用消毒剂或稀释的漂白剂 清洁、消毒频繁接触的表面 这些包括桌子、门把手、电灯开关、台面、手柄、马桶、水龙头、水槽、书桌和键盘等等 请别忘了您的手机、遥控器、平板电脑和触摸屏 也需要清洁消毒 做到每天一次清洁病人的房间和厕所 对于软质表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新冠病毒能够留在地毯和窗帘上 存活多久 请用植物清洁剂、消毒剂 或者是肥皂和水 清洗软质表面 避免与家人共用盘、碗、水杯、饮食用具、毛巾和床单 请彻底洗净用品 如果清洗困难的话 请使用一次性纸质用品 如果是分开用厕所的话 每次病人使用完应该立即清洁消毒 天气许可的时候 请打开窗户 进行通风 新冠病毒有可能通过下列体液进行传播 血液、粪便、唾液、痰、鼻涕、呕吐物和尿液 所以在冲水时 请封闭马桶盖 避免水滴和空气飞沫传播病毒 清洗病人房间和厕所时 请戴口罩和手套 请立即清洗被病人体液污染的衣服和床单 洗衣服 第一是避免抖动脏衣服 第二是请用热水洗衣服 并完全烘干衣服 注意的一点是 病人的脏衣服 其实可以跟健康人的脏衣服一起洗 同时注意消毒、清洗、沉衣服的蓝筐 戴布口罩 避免使用手术口罩或N95口罩 因为这些口罩应该留给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使用 如果您生病 在其他人面前必须戴口罩 如果您照顾病人 自己必须戴口罩 那么何时解除居家隔离呢?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 一、连续七天没有症状 二、连续三天在没有吃退烧药的情况下 并没有发烧 三、呼吸困难或咳嗽等症状有了改善 在八天以内 请您继续避免近距离接触 以防万一您还带有残余病毒 这里是纽约州立大学 在布鲁克林的Downstate医学中心的 以及我在Downstate医学中心的 其他同事们 谢谢观看